创造101孟美琪想当空姐,被胡彦斌奶茶收买,喜欢照顾轩宜。 创造101的人启王,当之无愧的就是孟美琪了,孟美琪在撑腰的表演结束之后,成为了点赞王,之后名次也是飙升,温坐一位宝座。 第二次的忐忑孟美琪又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,名次也一直是名列前茅。 虽然孟美琪已经是人气王了,不过其实孟美琪在私底下也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。 没想到,我们的山枝大哥之前是一个很害羞的人,不过为了锻炼自己,孟美琪选择了主动和其他选手们打招呼,聊聊天。 慢慢的孟美琪就会变得活泼很多,成为了现在的山枝大哥。 还表示,在没做偶像之前,孟想是做一名空姐。 孟美琪也表示,自己会变成山枝大哥还因为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的,所以对别人就有一种保护欲。 就像吴轩怡刚开始就是很小女生那种,山枝大哥就忍不住去照顾轩怡,最后两个人也成为了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好伙伴。 对于现在的舞台表演能力,孟美琪则表示,自己现在舞台上可以这么自然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达到的,而是都是来自于之前的累积。 在当练习生的时候,孟美琪就非常刻苦地训练,练习跳舞的时候,从早上九点练习到凌晨,最狠的时候中间只休息半个小时,再加上后来的舞台表演的经历,才会有现在的孟美琪。 而且,成为偶像是自己喜欢的事情,孟美琪表示自己不会放弃。 而且也想给自己的父母争光,并且为了支持自己,喜欢自己的人,孟美琪都表示一定要坚持住。 在整个节目中,孟美琪表示最喜欢的导师是胡彦斌,不过身为吃货的孟美琪,记得最深刻的就是,胡彦斌给选手们买奶茶盒,没想到一杯奶茶就收买了山芝大哥。 不过也可以看出来,胡彦斌确实对选手们很好,看节目也可以看出来,胡彦斌经常陪伴选手们练习至深夜,非常的认真负责。 还记得孟美琪是填称作,对于选择是非常困难的,不过在这个节目中就必须要面临选择,孟美琪很苦恼,但是选择自己承受范围之内的。 但是孟美琪还是夸赞了一下自己,表示填称作的女生都非常的美。 私底下的孟美琪,真的和舞台上面完全不一样,舞台上面的孟美琪,有气场,性感。 但是事实上,孟美琪就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而已。